不好意思 各位媒体记者们 今天发布会到这里了 辛苦大家了 这什么呀 这不少人玩了吗 刚刚佑芝琪可是承认了 你们不只是艺人 和经纪人的关系 难道你们现在是想否认吗 对啊 你们现在是想否认 佑芝琪最近遭遇了很多事情 最近情绪不太稳定 还请各位 不要把她说的话呢 我的情绪很稳定 发布会继续 佑芝琪 你是不是疯了 想干什么 大家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世吗 我现在告诉你们 干什么呀 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孩子是谁吧 没错 这个人就是我 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了 我 是一名孤儿 佑芝琪 你说这些做什么 这些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成为秘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一出生能含着金汤池 当一名所谓的豪门子弟 如果可以 我更希望有一双普通的父母 他们能够亲口告诉我 我的生日是哪一天 而不是每年都要把被人贩子 绑架 解救的那一天 当做生日 我和佑芝琪的关系 也不仅仅是经纪人和艺人的关系 是她 把我从福利院带出来 是她给了我新的生活 也是她 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照顾我 陪伴我 保护我 她就像是我的母亲 也是姐姐 更是家人 是她 填补了我这一生当中 永远失去了那一部分 谢谢 成名 佑芝琪 选择在这个时候 坦白自己的情况 说不定是件好事呢 你也别太担心啊 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心疼她 她那么小 对一个人从福利院长大 她只是一个无毒物人 我想起 我们上次去福利院 给小朋友表演节目的时候 她该有多难过 老主许多像她一样被抛弃 被绑架的孩子 接下来我会以学业为重 暂停一切上演 怎么会扵作 佑芝琪 你这次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对不起 佑芬姐 这一次我又任性了一次 可我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我不想活在虚假人设里 我就是一个孤儿 好好地说这些做什么 你不提 我也能帮你把黑料挡下去 这些都是事实啊 我已经长大了 我也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了 这些年你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以前都是你保护我 现在该我保护你了 可是你也不能拿你的前途开玩笑啊 放心吧 出国这一年 我一直在学音乐制作 也会自己去尝试着编曲 你知道的 成为一个实力派演员和音乐制作人 是我内心一直追求的 这也是我去心语的原因 未来 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登顶 而不是以一个爱豆的身份 你想转型 我一定会帮你 但是你不用以这种方式 揭开你的伤疤 我已经准备好了承受这一切 那接下来呢 怎么办 接下来 我希望把快结束的校园生活 圆满结束 这一次 我只想做个普通人 有人需要我 去吧 去吧 又志祺 卫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终于回归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了 终于 对了 成明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他这一年很好 很努力 他一直都很努力 看起来小小一只 却仿佛永远又使不完的上进心 他这一年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更拼更刻苦 就像一个程序精准的机器人 每天上课练习练习上课 他希望有一天 可以和你站到并肩的位置 之前你发生那么大的事情 还一走了之 他很伤心 但是依旧想尽办法帮你 你应该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我明白 所以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辜负他的心意了 谢谢你 我怎么办 什么 啊 成明 我终于做回我自己了 我们在一起吧 六支齐 不管你之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永远陪着你 都过了一年了 也不知道佑哥过得怎么样 苦不苦 你少说那些有的没的 今天是幼稚期解放的日子 更是咱们佑哥和成明在一起的 重要日子 所以咱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呀 对 就让网上的不论远离吧 幼稚期 从今天开始 你想做什么 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没错 但是今天呢 就只能喝饮料了 不能喝酒 学长说得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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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什么 快 哎 容子 真的是 今是说 Questions 俺们有几个人 History 听着说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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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舍不得他吗 这些小熊呢 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陪一个叫魏丰的小朋友 开开心心地长大了 他们会去到新的地方 有新的主人 而你呢 身边有我们 还有我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你以后不会再孤单了 谢谢你 来 哎 魏丰你在这儿啊 王老师您好 我在帮李教授 准备明年招生的资料 您有什么事吗 哦 这是新的学习资料 一会儿你交给李教授 好 我一会儿转交给他 这是新做的啊 你一定要小心收着 放心 行 那你忙吧 嗯 江明 你个渣男 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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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屈瑞 你这几年 也算是把演戏 堅持到底了啊 那是当然 我八岁呢 就有自己的目标了 我想当一个好演员 所以呢 生活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大篇章 喂 江明 你个渣 什么 未来少女竞舞团 不好意思 没兴趣 艾米 程主编 谁给你打电话 什么未来少女竞舞团 你不知道 就有一个演技公司 这是 而且老有这种经纪公司 给我打电话 烦都烦死了 也不知道我们资料 怎么泄露出去的 方方 你最近是不是也接到 好一个这样的电话 嗯 但是我都聚了 快毕业了嘛 也正常 这是我们学校每年的惯例 不过我上次偶然 去面试了一个 那个人说了一堆虎话 还挺好玩的 哪像我呀 一天进阶到经纪人的电话 都被打爆了 你们都有人去找面试啊 嗯 那我怎么没见你去啊 是不是找你的也是那种 不知道哪来经理公司 哎 你不懂了吧 这叫甜蜜的负担 最近呢 我得到了一个 大IP的时间 哎 怎么就没人找我呢 你没人找吗 嗯 你可是咱班成绩第一 之前的悠悠呢 悠悠 被幼稚齐带头就给拒绝了 嗯 果然应了娱乐圈的魔鬼定律 成绩越是好的人呢 就越红了 你说什么呢你 闭嘴 你别听他瞎说 你是最棒的 来 最贵一片薯片 嗯 给你二零二吧 哎 我也想吃 哎 芳芳 你给我讲讲吧 找你那些经纪人 都是什么样的呀 嗯 有一个啊 长得像海绵宝宝 还有一个长得像派大星 啊 还有一个 长得像萝卜头 呵呵 你不知道 他那个手伸出来 都 哎 悠悠啊 上次我的那个电影项目书 你看了吗 看了呀 怎么样 有没有适合我们的 音乐制作人可以推一下 哥 我们公司好的音乐制作人挺多的 但你这个要求高预算又低 因为我很为难的呀 悠悠 我这次这个项目 确实预算是低了点 这样 下次我有个大的 我再给你补回来 这次 帮个忙呗 我帮你想想啊 哎 我还真有一个合适人选 推先给你 谁啊 又知奇 又知奇 嗯 他不是一个爱豆吗 哥 他其实是一个挺好的 音乐制作人的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我相信你们一定很合拍 可是 我看他最近的舆论好像 放心吧 哥 你不用担心这些 嗯 要不然我先安排你们见个面 聊一聊 嗯 也行 那我们就到时候见个面聊聊看 行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我先走了 你先忙 好 谢谢哥 好嘞 那我先不送您了 好 哥 妈 走啊 好 好 柳柳姐 这是新的一轮宣传方案 你看看 柳柳姐 嗯 为什么给又哥接这个活儿啊 既然他清楚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作为他的经纪 我就要为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走走走走走 喂 现在能听到吗 喂 喂 成名 嗯 我刚刚心号不好 然后我现在下来了 什么事 你能不能出来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 现在啊 去哪儿啊 哎 你快点出来吧 别天天闷在学校了 哎 带你去个地方 好玩的地方 哎呀 可是我刚刚在上面 听他们说经纪人约面试的事呢 哎呀 那有什么好听的 你快下来啊 我们走了 好吧 真神奇 你还记不记得 大一的时候 我专业课不好 然后李教授让我在街上卖花 结果呢 就遇见了你 后来又遇见了狗仔 好像就是在这条街上吧 时间过得好快啊 一转眼 就快毕业了 对啊 现在想想 其实还挺感谢那些小意外的 干嘛 你还想让狗仔再追追你啊 狗仔 你看我身边哪里还有狗仔 我现在只是好学生幼稚奇 也是成名的男朋友幼稚奇 谁同意你 你是我男朋友了 那我问大家谁是我 哎 屁仔 那你现在是同意了 买花的小姑娘 哎 就是可惜了我那么多花 就卖了一朵 其他的都浪费了 春明 嗯 现在我可以连本带息的还给你了 奶奶 买花 小伙子 你看看你想要什么花啊 啊 奶奶 是您啊 我 是你啊 姑娘 奶奶您还记得我 记得 记得 好 这就是上次艾米过生日的时候 我跟卫风买花的那位奶奶 好好好 奶奶好 好 这是你男朋友吧 可真帅呀 长得满脸的浮像啊 小伙子 这个是个好姑娘啊 你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那天呢 她硬是把我的那一朴花 全都买走了呀 她呀 还多给了我那么多钱 这奶奶呀 心里一直都过不去 今天这花呀 我就送给姑娘了 不收钱 啊 奶奶 奶奶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对她好的 但是这花的钱 我必须得给您 奶奶 您就给我一个 向她表现的机会吧 这 行 行 你有钱吗 奶奶可是只收现金的 奶奶 孩子 奶奶学会了 你看我这是啥 那好 送给你 谢谢 奶奶 那我们走了 好嘞 好嘞 小伙子 您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呀 你放心吧 奶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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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真真好啊 我怎么发现 觉得你变矮了 小白兔 我怎么发现你那么高啊 长颈鹿啊 那至少比矮的好吧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浓缩的就是金黄 那说实话我真不知道 小白兔 走走 戴上 戴上 戴上戴上 帽子戴上 你要干什么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虽然你胡了 但万一还有粉丝呢 我胡了你很开心啊 没有没有 来 老板 你要干嘛 你不是说你想谈一段普通人的恋爱吗 嗯 现在就让你体验一下我们普通人的快乐 啊 什么快乐 好 陆川儿啊 你别告诉我 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么重大的活动 真没有 有志气 没有我 你的人生该多没有意思啊 所以啊 你要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行 老板娘 来了 来 来 好 手脸领 美女 想吃点啥 好 这个 来一份 这个再来一份 好 然后一人先拿两瓶啤酒 好 这小哥长得真帅 幼稚齐都没你好看 你不会就是幼稚齐吧 是吧 要不让他给你签个名 小姑娘 你别动我了 幼稚齐怎么会来我这里吃东西啊 不过老弟 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 一会儿姐多送你几瓶啤酒啊 谢谢老板娘 不错啊 现在就能靠脸吃饭了 你什么意思 我幼稚齐的脸就只两瓶啤酒啊 你没听到吗 人家是因为你长得像幼稚齐 所以才送你啤酒的 看来你还没有 对了 有个事情给你报备一下 嗯 就是 悠悠给我安排了一个 音乐制作人的工作 然后 可能过几天要去面谈一下 那很好啊 你这次要把你所有的实力 都拿出来 毕竟这是你糊了之后的 第一份工作 加油加油 你什么意思 这是送你们的 谢谢老板娘 谢谢 谢谢 哎 你们说 这个幼稚齐跟 桑田的绯闻是真的吗 她现在的女朋友是桑田吗 难道 真的换了 现在真的变成林香了 那个老板娘 你快去跟我上菜吧 好好好 去吧去吧 你到底有几个前任啊 幼稚齐 我可是一个都没有 现在想想我自己可亏了 要不然 我现在去找几个吧 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那个是之前公司的营销手段 嗯 幼稚齐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以后就你一个人 以后 那也就是说之前有了 不是 我初吻都给你了 有知其 好好好 我错了我错了 你有没有跟别人暧昧 没有 没有你认什么错啊 那不是你叫我认错的吧 你凶我 我没有 你看你又凶我 我真没有 那你这么大声跟我说话 喂老师 找我干嘛呀 想我啦 我来找你是想问你一件事情 关于你父母的 嗯 有什么消息了吗 我听说你父亲不仅曾经任职于欣语 而且还是欣语的毕业生 你说你父母有没有可能是同一届的同学啊 我妈没怎么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上次不是去找李教授问吗 哎 李教授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 他有一段时间调离了欣语 去教育局工作 对啊 所以那段时间 他就没有见过照片上面的人啊 哦 有什么新的线索 没有 但是你放心 很快就会有进展了 果然魏老师就是让人安心的人呐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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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想看你 都很不容易了 老师 看您说的 您要是想见我 我随时有空 对了老师 您电话里说的那个剧本 好 我们班这些有个孩子自己写的剧本 挺不错的 想拿给你们专业公司呢 评估一下 这群孩子和你们当年一样 有激情 有创造力 写的是他们自己在校园的故事 我觉得挺好的 您也看看有没有机会 文学公平不错 这样吧 老师 我把剧本拿回去 让他们评估一下 正好呢 我现在公司在筹备一些有潜力的项目 您这边要是有好名字的话 一定帮我留下 现在影视行业的人才啊 非常难找 一定一定 我会尽力的 东南啊 艾米的事情 你是怎么想的 这都两三年过去了 他马上就毕业了 到时候 你再想认 那就不好找了 老师 我 我不准备告诉他